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講回 接下來1月8日,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單挑一槍過 和大家買回兩隻馬匹的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就是我們的保糧焗杯 跑這個四班草地斯加三蘭,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我們只買兩匹馬 而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呢 我們就想選這隻1號的星雲鳴雀 為何今次會選這隻星雲鳴雀來買呢? 因為大家看這隻星雲鳴雀,其實它的賽職 最近都不算是跑得好的 最近用到木雷拉騎,它只不過是跑第六隻 成績不算好的 而且當時的賠率也是偏懶一點的 15倍的馬匹 用木雷拉也15倍 你幾可有看到這樣的賠率 比較少見 這些賠率 用木雷拉也15倍,還要上一場跑第六 不算是太好 但是為何未來這一場我們都照顧買它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隻星雲鳴雀 其實儘管它最近跑第六都好了 它都不是一隻差的馬來的 為何這麼說呢? 但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 上場的木雷拉怎樣去騎這隻星雲鳴雀 怎樣來發揮 為何林雷拉會跑第六回來 那星雲鳴雀 就是這隻 藍衣白帽的 商場馬其實是排著個十四檔 劣檔的 所以頭段時間你會看到 莫雷拉騎這隻馬的時候 都是說留得比較後一點的 都是說留到包尾的位置 差不多走著個二、三碟的位置 這樣來跑的 商場就是比較被動一點的 之後去到轉彎入直路 大家看看莫雷拉怎樣騎 去到轉彎入直路 莫雷拉本來都是想著移出去的 你會看到莫雷拉本來是想著走外面的跑線來衝 很可惜的是 這裡有一隻馬壓進去 令莫雷拉不能夠在這兩匹馬中間 就放出去 不能夠在那裡跑 不能夠在大外蝶衝 唯有怎樣呢 莫雷拉就唯有走進去 走進去 入面那條跑線來跑 但是當時又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你會看到莫雷拉這隻馬走進去的時候 又被前面這隻馬灰馬擋鬼住了他的跑線 當莫雷拉走進去的時候 他被前面這匹馬擋鬼住了他的跑線 現在莫雷拉這隻馬被前面這隻馬擋鬼住了 導致了其實都不能夠真正往空 去到現在這一刻的位置 其實莫雷拉的這一匹星運命雀 才是說能夠看空島 才是說能夠離隊衝 但是其實已經是說最後的百多米了 最後只剩下百多米了 但是你會看到這隻星運命雀 都被前面那些馬帶了很多 頭馬那隻 帶來了這隻星運命雀 都差不多六七個馬位 中間這堆馬都四五個馬位 所以這隻星運命雀 其實這隻星運命雀 其實這隻星運命雀 是在一個阻制多多的情況下 弄得衝不及的 但是你留意最後末段的時候 這隻星運命雀的衝勢 其實它是說有的 這隻馬最後末段是說衝得不錯的 是一隻衝得不差的馬匹來的 那麼多阻制的情況下 最後都能夠衝得好 衝過第六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隻星運命雀 是說不差的 因為大家留意金牆馬的步速 其實金牆馬是說一場慢步速的賽事 頭八百米是在做四十六秒四六的 這些時間是說慢的 都慢過標準時間的 慢步速其實就不理後想馬的 而這隻星運命雀 這隻星運命雀 這隻星運命雀 還要阻制多多的情況下 今次發力 都能夠最後衝到第六 所以我覺得這隻星運命雀 其實上將的這個第六 是說不差的 還要再加上他上場 是說對著強組 大家看看他上場對著哪些馬 上場人家說對著 暴大威晚帝豪寶寶 鑽飛龍 沿途有你錢多多這隻馬 這隻馬很明顯不差的 你看回頭馬是一隻什麼的馬 李武華騎的 其實你看到李武華騎 都不方是說打得去哪 我還以為是大師傅 這些擺到明顯是說送給 那當時這隻馬 這隻馬是說在今季兩輪 初出即勝 跑那些千二米沙田草地 四班賽事 根本上就沒輸過 這匹布大威晚 沒輸過 另外那些帝豪寶寶 也是說 一些很穩定的馬 你會看到他最近那幾場 連續跑了三次 這個沙田草地 千二米四班 都是能夠跑得好的 跑第二回來的 所以其實根本上 星雲鳴雀上將 對著那些組馬 就不差的 對著強組 又吃慢步速又成 又被動 最後都能夠衝到這樣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他真的不差 很明顯 他就是一隻在四班 有威脅的馬來的 因為你看回 他季初的那一場 這隻馬季初 剛剛由三班降落四班 他就已經能夠跑到第二 對嗎 那麼 成績又是不差的 當時你看回 騎士怎麼騎的 其實今場馬 這隻星雲鳴雀 又是排著劣檔的 十檔來跑的 又是 深藍衫白帽的這隻 就是他 對嗎 那麼今場他排著十檔 又怎麼跑 又是焗流的 又是留在 包尾 尾尾 的位置 現在都走著二三碟 包尾 包尾 下尾 這一隻才是他 沿途他敢走 那 之後看下去 他轉彎的時候 怎麼走 轉彎的時候 他也是被迫 拼出去 又是拼到大外疊 那些位置 全場 最出最外疊 最虧的那隻 就是他 你數一下 這隻馬走著 都九疊十疊 虧得很抽筋 但是居然 這隻馬 尾尾能夠 衝得好 剛剛才給大家看 他跑第二 這隻馬尾尾是 這樣 這麼被動 這麼虧 後上 拆上來 跑回第二 你現在看看 最後一百八十米左右 現在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米 他其實是說 被頭馬 二三位那些馬 帶掉了差不多 六七個馬位 但是 留意他的衝勢 這隻馬 最後一段 是強得嘔的 這樣 殺上來 過了前面 那些馬 跑過第二 那樣回來 所以我覺得 這隻星雲名雀 根本 他就是強的 因為 你又看回 今場馬的步速 這場馬 又是一場 慢步速的賽事 不是那些 快步速很利追的 今場馬 頭八百 正在46秒64 這些時間又是慢的 慢步速 所以 那隻頭馬 跑得很順 維港智能 很輕鬆 擺前走 一放到底 那些成功財富 今場馬 又是擺前走 走得很輕鬆 最後跑過第三 唯獨是 那隻 星雲名雀 後想 殺上來 最後跑到第二 所以那些第一 第三名的馬 全部都是說 賺光整個 整個步速形勢 唯獨是 這隻 星雲名雀 後想 蝕住 蝕住 整個形勢 蝕住 走著 九疊十疊 這樣殺到 跑過第二 所以我覺得這隻 星雲名雀 其實 跑沙田千二米 都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他絕對 其實是說 不差的 兩次排著 劣當吃著 慢步速都能夠衝得好 所以這隻馬 很明顯 降到四班 就有威脅 接下來 他繼續跑四班 的賽事 我覺得這隻馬 要看實 真的不要 比上次 莫雷拉 這麼懶的賠率 就以為這隻馬 不會跑 不要以為 莫雷拉十五倍 就代表這隻馬 沒有實力 我覺得完全 不是這樣 這隻星雲名雀 很明顯 在四班 就是有威脅 你看回之前 他跑出來的成績 其實這隻星雲名雀 曾經在三班 是說 跑得好過的 他三班 贏過的 跑沙田早 123班 他贏過的 是吧 當時評著69分 他贏的 之後那些 沙田1400 123班 又是了 評著64分 70分 他都曾經贏過的 就是說這隻馬 在60幾分 都能夠贏的 現在只有60分 這麼低的評分 比之前都賺了 差不多9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接下來的這一場 在評分方面 都是說有好處的 這匹馬 還要他其實 可以繼續跑三班 是吧 他可以背輕綁 跑三班 但是連馬斯 都不敢做 他是說 特意把這隻馬 報分四班 來跑 特意想他降班 什麼重磅 來跑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方家帕 都是說想他 在四班 來吃虎 上場 他放莫雷拉上去 我覺得他都是說 因為莫雷拉 因為莫雷拉 走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12月11日 其實是莫雷拉 要跟香港 說 goodbye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當時都是說 這場馬 又慢步速又盛 他又排著十四檔 搞到很被動 才是說 跑不得好 所以接下來 他再出 我覺得可以是說 看實 因為接下來 他也是說 強配報名上去的 還要這場馬 是說 搭著個漂亮檔 終於是說 搭著個二檔 來跑 不再是說 裂檔 十檔 十四檔 我相信這隻馬 很發揮很多 相信他 能夠就是 跟回前一點 不需要就是 走到之前 那些 那麼被動的位置 不需要就是 留到最後 又 外疊 九疊十疊 這樣來去衝 所以我覺得 這次排二檔的話 應該就是 好跑很多 還要配報名 其實真的 有權保重 都不出奇的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 會選到的馬匹 都想選這隻 一號的 星雲鳴雀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回 第二隻 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 會選到的 就想選擇 這隻十二號的 二華不雪 為什麼今次 會選這隻 二華不雪 我們先來看 這隻 二華不雪 這隻 二華不雪 其實今季 他都跑了很多場 跑了三場 在這三場 其實他都不斷 做懶悶 是吧 季初的時候 二十一倍 七十三倍 去到最近那一場 他最近三次都這麼懶悶 每次都懶悶 身份出來 和你跑 成績又不算太好 是吧 在今季 都未試過贏過 但是為什麼 未來這一場 我們仍然會買他呢 原因就是 雖然這隻馬 不斷做懶悶 但是我覺得 他跑出來的成績 都是說 不算太差的 你看看 這隻馬 今季季初的時候 都跑第十一 之後開始了 其實他是說 漸漸跑近 跑到最近的第四 這隻馬 其實都叫做一隻 越來越好的馬 在今季是 越跑越好的 而你又再看這隻 二話不雪最近的 這個第四 他是怎麼跑出來的 其實二話不雪上場的 這個第四 是說排著十四檔 來跑的 劣當 黃衫白帽 這隻 因為劣當的關係 所以這隻二話不雪 是說流後來跑 還要被人頂 現在都被人頂 在三四疊 在尾椅的位置 他流後來跑 流後尾椅這些位置 大哥 居然二話不雪 都跑到這麼被動 之後大家再繼續看下去 去到轉彎 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馬 都是說 拼出去的 又是那些 四五疊走 拼到差不多 七八疊的位置 來跑 這隻馬 都真的相當被動 去到最後三八十米 他都還在走這些位置 尾椅 都七八疊 但是居然 最後這隻馬 又能夠衝得好 你看看他末段的衝小 這隻馬 真的 騎士打幾邊 打下去 它是有小的 最後那幾百米 湧上來 跑回第四 這隻馬 輸不遠 最後湧上來 很小 跑回第四 對嗎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這隻馬 上場的表現 是說不差的 流後來跑 他都能夠跑到第四 還要大家看回 當時這隻 異話不說 他是說對著哪些馬 他是說贏到哪些馬 當時他也是說對著 揚揚大道萬事快 金股齊星這些馬 他純粹輸給這些馬 但是贏的呢 就說贏醒目勇區 我為你 領航神區 喂 他贏醒目勇區 大哥 而醒目勇區 這些馬 都是接下來再出的這隻 8號馬匹 是吧 接下來同場 8號的這隻醒目勇區 上將他流後跑 都跑得好過他的 贏過他的 甚至是說 接下來同場的 那些善傳香港 上將這隻 異話不說 也是說跑得好過他的 那就是說 這隻異話不說 上將流後跑的 這個第四 已經贏過 接下來同場兩匹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異話不說 最近的表現 真的說很出色 這隻馬是流後跑的 是吧 都能夠有這樣的表現 你說他厲害不厲害 最近 因為這隻馬最佳跑法 肯定不是流後跑的 大家看回就知道 這隻異話不說 其實最好的跑法 是說在擺前走的位置來跑的 之前贏過馬 他三四位 是吧 這一場 2月27號 在沙田千二四班 他也是擺頭走的 是吧 異話不說 是一隻擺頭走 贏馬的馬匹 即是說 他最佳跑法 是側前來跑的 而不是說 好像上場那樣 流後 而他上場 居然 用一個流後的方式 來跑 都能夠跑得好 所以你說這隻異話不說 最近是否有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接下來這一場 再出 其實都是說 可以看緊他的 因為 話畢 這次他不需要 像上場那樣 排著這十四檔 焗流 這次他就說 排著這三檔 漂亮檔 來跑呢 其實他可以側前來跑的 用回他之前 營馬的跑法 擺前來走 因為接下來這一場馬 其實快馬不多 要快要搶 搶到的馬呢 我相信應該就是這隻五號的同友友 因為這隻同友友 就是排著一檔 漂亮檔 來跑的 其餘那些快馬 都是排著 劣檔 外檔的 那些什麼 膽大威猛 排著八檔 我相信他這些馬 肯定被人頂 不能夠放出來跑的 所以 在這場馬 排著三檔 的二話不說 其實是說 好處 排著這些內檔 我相信 他側前來走 都是說輕鬆的 能夠用回他之前的 爺馬跑法 三四位 甚至說一二位 來跑的 那 所以我覺得 這隻馬 這次是說 可以趁他有狀態 繼續來買回他 因為始終 今場馬 其實葉左行 都出兩隻的 是吧 無鬼啦啦 放兩隻馬 7號的神魔金剛 和12號的二話不說 都是他的 而這隻二話不說 跑沙田草地 四檔千二 跑得特別好 是吧 因為沙田草地 千二 四班 他是說贏過的 甚至是說 三班 沙田草地 千二 他都能夠贏得到的 所以這次他走回來跑 沙田四班 千二米 我也是說 挺適合這隻 所以今場馬 都想選擇 葉楚行的馬匹 這隻馬 還要打完王牌 首選來的 所以這次也試一試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到馬匹 選這隻 12號的二話不說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連形及位置Q的這個彩詞 用回這個彩詞 去買回我們剛剛提及到的那兩匹馬 就可以了 這次就這樣買了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